向岛是泰国第二大岛 仅次于普吉岛 位于泰国南部的达勒府 需要从达勒府的码头出发 坐轮渡到达向岛 时间大概是20分钟 车辆的票价是120株一辆 成人80株,儿童30株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富裕 所以避开了送甘节高峰期 在送甘节的下一周来到了向岛 乘船的游客并不是很多 据说节假日或者是旅游旺季等待的时间需要30到60分钟 如果条件允许大家可以选择错开高峰期出行 环向岛的主路只有一条 山路高低起伏 坡度较大的路段 可以达到30到40度左右 所以无论是您开车还是骑摩托车 一定要慢行 注意安全 向岛的生态 保护得非常好 到达岛上的第一天 就在路上遇到了一条长 大概3米左右的巨猫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的状态下 看到野生的蟒蛇 现在来超级的 向岛80%以上的酒店都位于岛的东侧 岛上的公共交通主要是多多车 费用的话是50起步 50到100柱之间 也可以在岛上送一辆摩托车 一天的费用的话是250柱左右 以个人经验来看 如果您来岛上旅游 在泰国的任何一个岛 那么您首选的话 需要选择一个离海边比较近的酒店 或者是酒店旁边就有沙滩 周边的餐饮配套也要考虑到 海岛的温度常年是30度以上 如果您周围的配套不是特别的完善 需要步行10到20分钟 会让您的旅行体验感觉非常的差 现在大家看到的位置是向岛的一个观景台 从观景台往下面看 可以看到有几个离岛 这是从海边的角度来看这几座离岛 一扫退潮时间使大家划船到离岛比较好的时间 从最近的海滩划到最近的离岛大概也就是15到20分钟 一公里左右 远一点的大概是3公里左右 可能需要划船的话 30到40分钟 如果大家有体力也有一定的胆量 那么可以缩一条小船 自己划船 在这些小岛的周围就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珊瑚群 大家既可以看到珊瑚群也可以看到小鱼 可以从各个酒店里租这些小船 费用的话是80株到180株之间 第一次录制配音 回放听自己的声音感觉在念课本 但是说的快的话呢 又会吃死 希望下次配音能有所进步 谢谢观看再见 请不停